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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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同學來進入我們的非常表演 那我們的演講即將開始 請各位就是撒嬰照好好坐下來 我們看到前面的這鋼琴 可能大家也已經猜到說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維若妮卡老師 她是一位鋼琴家 可是事實上維若妮卡老師 她不只是一位鋼琴家 還是一位才女 她在愛廷堡大學的時候 主修的是藝術史和建築史 而且後來畢業之後 還曾經擔任藝術評論翻譯 然後英文主持人 然後平面模特兒 甚至或許大家可能還可以在芭蕾舞團 看到維若妮卡老師的演出 她還是一位芭蕾舞家 維若妮卡老師她在大學畢業之後 後來到倫敦皇家音樂學院 去讀鋼琴演奏 所以說各位如果說是對古典樂界有熟悉的話 可能可以聽過她的演奏 例如說像她最知名的作品是歐洲幻想曲 就曾經獲得2013年成品古典唱片排行榜的第一名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維若妮卡老師她還曾經獲邀到各個地方去演講 例如說之前TED或者是在圈台的成品 都曾經有那個維若妮卡老師的痕跡 而且維若妮卡老師的演講 被評為說是一個最感動人心的演講 那我現在說再多步把時間交給老師 讓我們掌聲鼓勵 歡迎老師 謝謝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真的很開心很榮幸喔 受到亞洲大學的邀請 那是我第一次來到亞洲大學演講 那老師那時候問我可以有什麼樣的 演講的主題啊 然後因為我今年暑假 剛剛去那個歐洲的郵輪演出 然後我就想那我就把我這一趟 暑假郵輪演出的旅行的地方 所聽到的音樂看到的風景 還有認識到的歷史文化整個整理起來 然後變成一場演講的內容 所以呢我今天要帶大家去波羅的海 大家知道那裡嗎 知道 知道 有人去過嗎 波羅的海 我要帶大家去波羅的海 還有挪威的峽灣旅遊 然後並且把波羅的海和挪威的音樂 介紹給大家 那我把它取名為先進的音樂 因為我今年暑假在那些國家 真的有很多特別心靈的 非常平靜的感受 那我覺得我真的心靈的先進 所以我想要藉由音樂把先進帶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是哪裡啊 這就是我覺得很先進的地方 好像就是挪威的峽灣喔 那我今天呢要帶給大家幾個國家 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去的國家又很多 所以我最後只選了三個國家要跟大家分享 欸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綠色這一塊 這是哪裡呢 哪裡的地圖 欸北歐大家好厲害喔 那我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北歐的這幾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先去這個地方 我的綠點點這是哪裡啊 開始壓全無聲喔 再來一次這個 欸我有聽到一點點聲音耶 波羅的海三小國好厲害 這個地方呢 是波羅的海三小國這最北的地方 這邊有三個國家 最北這個地方叫做愛沙尼亞 Estonia 等一下我們要先從旅行 要先從那裡開始喔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講 旁邊的這裡 這一塊大國家 這是哪裡啊 有回答 好像不能送貼圖喔 現在不是直播 留言送貼圖 好這是一個非常泱泱大國 就是我們蘇聯喔 我們俄羅斯 這邊是 等一下我要講的第二個國家 俄羅斯 然後呢再來 這裡 這裡是哪裡啊 芬蘭很好 然後芬蘭隔壁就是瑞典 然後再來這一塊是 挪威 對所以我第三個國家要講的是挪威 然後這邊有一個丹麥 所以呢我的郵輪這邊從這一塊開始 這裡是哪裡 英國對不對 然後蘋果還有包括北愛蘭這邊 好我的郵輪從英國的中部 Newcastle這個地方 開始航行 經過了第一站 我們先去了哥本哈根在丹麥 然後再進入這裡 就是所謂的波羅的海 就在這一塊這裡玩來玩去喔 好那我們繼續看囉 這是今天要帶大家逛的一些地方 好那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的英文叫做波羅的海 就從這裡翻譯而來的 這個波羅的海 剛剛我們看到我們的波羅的海三小國 第一個國家在這裡 Estonia是我們今天要先講的第一個國家 它的首都叫做Talin 然後呢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它叫做波羅的海 為什麼叫波羅的海 這是來自於古字喔 大家如果有學過英文 知道這個Belt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留言送貼圖 Belt 腰帶喔 Belt 然後在中世紀那個時候 把這裡稱為是 進入北歐東岸的腰帶 所以叫它腰帶的那個區塊 Beltic 後來Belt之後的再演變後來的拼法 就變成B-A-L-T 本來是B-E-L-T喔 好那 沿著這個腰帶的這些國家 都叫做波羅的海的國家 那到下面這裡 這是愛沙尼亞 然後下來是拉脫維亞 然後再來是立陶宛 立陶宛再下來 喔這又一小塊的俄羅斯 然後就到了波蘭 所以其實這些國家 互相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這邊是芬蘭 然後瑞典 瑞典 波蘭 俄羅斯整個對 波羅的海三小國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文化 歷史所有層面的影響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個愛沙尼亞的塔令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地方其實對台灣人來講會比較陌生 但是我非常非常愛這個城市 塔令這個城市 我覺得它是一個好像活在人間的 一個童話故事的一般的一個地方 它從整個世榮 就是還幾乎就是留在那個中世紀的感覺 這個城市是由城牆包圍的 這個城牆總共有66個這種堡壘喔 然後你走進那個城牆才會到那個中古的城市 然後你真的走進中古城市以後 你會發現怎麼大家真的就是穿這種古代的衣服來跟你揮手 然後非常的友善 問你需要些什麼 那愛沙尼亞人是非常內在非常平靜 然後很喜歡和平的 然後不會 不是那種往前衝的那樣子很衝的一個民族 他們是非常平靜的一個民族 那我曾經兩次去愛沙尼亞 我都有相同的感覺 這些人他們都非常的友善 然後其實我們看到的 現在的建築還是長的跟中古時代是一樣的 它光世榮就非常的迷人喔 那我們繼續看喔 這個古城 塔利當然還有新城的部分 但是它的古城的部分 在1997年被列為是世界遺產 好 那這裡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 我要怎麼點它呢 這是那個 塔利這個古城的市中心的市集 剛剛忘了講塔利就是愛沙尼亞的首都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城市的市集喔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城市的市集喔 我們錄影沒有錄到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邊 這是剛剛我跟這一位 穿著中世紀衣服的服裝的那個 還有維特拍照 那這是他們的建築 還完全離中世紀的樣貌喔 好 那我們先從這樣子的市榮屋 看了一下這個可愛的小鎮 小鎮 不能說小鎮欸 人家是首都欸 那我們再來瞭解一下這個塔利這個城市 塔利現在目前有42萬人口 大家想想看台中市有多少人啊 台中市是幾百萬 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知道高雄市是300萬喔 那塔利貴為Estonia 愛沙尼亞的首都喔 42萬人口 其實真的蠻嬌小的 然後呢 這個城喔 從大概中世紀 十二世紀那個時候 開始被丹麥的一些傳教士所發現 但是一直到一二一九年 是一個塔利非常重要的年代 一二一九年那一年呢 有那種什麼 大家有聽過那個Crusade 就是十字軍東征 那十字軍東征的 他們的重點就是要傳教嘛 然後 他們終於把基督教在那個一二一九年那個時候 傳到了這個愛沙尼亞這個地方 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進入了愛沙尼亞 那愛沙尼亞 這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算是所謂基督教最晚進入的國家 因為基督教是從 在西元一世紀那個時候 在羅馬那邊開始非常非常的興盛 然後 開始傳到歐洲的各個的不同的區域 但是一直要傳到波羅的海 是算是最晚 波羅的海是最晚波伊為基督教的一個國家 那在一二一九年那個時候 就開始受到了丹麥人的統治 所謂Taling 我們如果用愛沙尼亞語來理解它 這個字 這個城市 TAL 它的拼法就是T-A-L-L-E-N L-I-N-N 這個TAL的意思在愛沙尼亞語就是丹麥的的意思 那L-I-N-N在愛沙尼亞語的意思就是城市 所以TALIN雖然貴為愛沙尼亞的首都 可是它的骨子的意思就是丹麥的城市 因為它一剛開始是由丹麥人來統治的 但是呢 由人種來看 雖然離它的旁邊就是Russia了 但是它的人種其實跟芬蘭最相近 他們講的話甚至到現在愛沙尼亞人可以跟芬蘭人 就是各講各的語言還可以溝通一點喔 真的是語言非常的相近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到現在 互相流通也非常的頻繁 在這個高芬蘭 芬蘭灣這個地方喔 我們看到這邊150公里 是這樣子的長度 其實芬蘭灣 就是連接著赫爾辛基 芬蘭的首都還有愛沙尼亞首都TALIN 連接這兩個 他們之間就是芬蘭灣 那這兩個的距離只有80公里 然後大家知道那個北歐因為物價很高 所以呢很聰明的婦女他們會清算 他們一個禮拜買一次菜 甚至就會從這裡坐船來到TALIN買菜 然後把一個禮拜的分量都買好了 再回到他的赫爾辛基還比較便宜喔 那個TALIN喔 他波羅的海 他治安 這邊的城市治安非常的好 然後物價也沒有像芬蘭 像北歐那麼的高 那我們知道他的人種是來自於芬蘭的人種 所以有很多的北歐的協同在裡面 儘管呢在之後受到了丹麥的影響 我們剛剛講到1219年 是由丹麥人開始統治了這個地方 然後呢在丹麥之後啊 就有那個瑞典人也來了 瑞典也有一個大帝國的時期 大航海帝國的時期 那瑞典人是在1516年 不是152多年的時候 進入了那個愛沙尼亞 然後也就是統治了這個地方 然後統治了100多年 到了1710年的時候 俄羅斯人來了 換成俄羅斯人來統治愛沙尼亞 一直到了世界大戰 1918年那個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那個時候 然後因為俄羅斯跟那個德國之間 簽訂了一些條約 所以愛沙尼亞又變成德國人的 然後呢在他們簽訂那個條約之後 再隔了一年 愛沙尼亞獨立了 1918年獨立了 大概只有20幾年的時間 因為之後又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跟俄羅斯又再繼續簽訂條約 所以愛沙尼亞又不小心被德國給侵略佔領了 所以這樣子的歷史從遠古一直到現在 愛沙尼亞其實一直都是別的國家的 他一直都由別的國家來統治 但是他們是自己的血統 愛沙尼亞人的血統 所以一直到了1991年 好不容易他們真正的獨立了 在這麼長久幾百年的歷史下來 在這個20世紀愛沙尼亞才真正的獨立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剛剛講到那個愛沙尼亞 他都是受到旁邊很多的列強的侵略或者是統治 其實在那個丹麥和瑞典人來到了愛沙尼亞這個時候 比較像是統治 但是俄羅斯人來比較像是侵略 那侵略跟統治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有非常大的差別喔 但是在整個13到17世紀的北歐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聯盟 叫做漢薩聯盟 漢薩 這個漢薩如果大家知道德行 他的後面那個字就是漢薩 為了紀念這個德國那時候 非常輝煌的一個聯盟 13到17世紀 這個北歐由德國為中心 德國的北方 靠哥本哈根很近的一個城市 叫做劉北 劉北開始這個漢薩同盟的中心 然後呢這個漢薩同盟的重點就是 要讓不同的城市在北歐的城市 可以非常和平公平公正的 然後不要互相科關稅的做生意 算是一個非常興盛的商會 也是所有世界商會的起源喔 就是從這個漢薩聯盟的觀念開始的 好 那那個在漢薩同盟的時候 德國人就可以自由的進出各個港口做生意 所以呢 愛沙尼亞也是很多德國人會來這裡聚集 那我在這個古城呢 就進入到了一個餐廳 那個餐廳 大家還可以看到這邊寫著 歐漢薩老漢薩餐廳 然後裡面擺設的也都是那個中古時期的 那時候的樓梯啊 那時候的毯子啊 還有壁畫 這是他們用海 用船業來互相做生意 那這是他們那時候那時期的壁畫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喔 塔利這個可愛的城市 這個是他們非常高的一個 呃 城市的教堂叫做聖歐拉夫 那聖歐拉夫在一千五百年左右 就已經站在這裡了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百寶箱 橡樹做的百寶箱 現在在塔利的博物館裡面 它上面有一個塔利城的繪畫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聖歐拉夫 是在這裡喔 已經畫在這個百寶箱上面 然後呢 剛剛講到 它是有六十六個這種堡壘 組成的一個城牆 所以從到現在 這個塔利看起來還是長這樣 那真的沒有什麼改變 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城 那這個百寶箱是1688年的百寶箱 所以它繪製的都是1688 它看到的塔利的形象 那很多都還留著 包括這個剛剛我們影片看到的市政廳 也還留在這裡 所以呢 這麼多年來 它一直活在中世紀的樣貌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囉 好 那我在逛這個小城的時候 到處都會覺得有好多的驚喜 這邊我看到這個 當然那邊的店員們 大家都會穿著古裝 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他們都非常的friendly 很友善的 在跟大家介紹他們城裡的不同的建築的歷史啊 那像我遇到這個聲音中 這些警察也一直在教我怎麼樣使用這個 中世紀的聲音中 也開放給大家來使用喔 那這個中世紀的城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市集的地方 它也隨時喔 你都會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這是他們的民間舞蹈 就在市集中看到他們 流傳很久的民間舞蹈 好 那這邊剛剛看的是男生跳舞 那我們再繼續看這個民間舞蹈 這是我偷拍的 這是我偷拍的 這個是 在那個郵輪上喔 因為這是郵輪的其中一趟行程 去參加那個民間舞蹈的一個參會 然後你會看到有很多老人 這些老人呢 都是我們郵輪上的旅客 然後也跟著民間舞蹈一起來 來跳舞 那因為這個DVD需要購買 然後他在那邊播放要我們購買 所以我是偷偷錄下這一段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這麼多的老人 大家都可以立刻上手的 把民間舞蹈學會 可以見得這個民間舞蹈很難嗎 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在愛沙尼亞的民間舞蹈 是他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他們時常在世紀就會看到 但是他們的舞步都非常的簡單 然後他們的舞步 絕對不會有那種 要練習很久的高計 高計法的東西 他們都是前面走幾步 後面走幾步 然後主要都是圓缺舞 circle dance 或者是group dance 就是兩個人兩個人一起跳舞 或者是line dance 就是一群人排成一場排的那種舞蹈 那所以其實很多只要跟大家講說 待會要怎麼走 往前往後幾步 然後就會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下面的這個影片 這些老人 就是我在郵輪上的這些老人 因為我參加的那個郵輪團 其實真的專門就是為了 給英國的老先生老太太 而辦的這個郵輪團 他們主要的旅客都是比較年長的 那這個郵輪團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我記得我上郵輪的時候 他們還會有人很高興跳出來跟我說 我60歲 我是全旅客最年輕的一位 他們真的就是比較年長的一個郵輪團 但是在這樣子很年長的人中 大家都可以很快的學會了舞步 那是真的是非常容易學習的舞步 那所以呢 艾莎尼亞的民間舞蹈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很多同樣的舞步 不斷的重複 重複同樣簡單的舞步 變成一長串的舞蹈 然後再來呢就是 他的舞步雖然都是簡單的 可是他有很多樣的簡單的舞步 所以你只要學會不同種類 其實很快就可以跳艾莎尼亞的民間舞蹈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女生的袖子 都是那種長袖 但是是膨膨的袖子 不是那種合身型的袖子 然後裙子很長 不是短的 是長裙床刀地板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跟其他國家 俄羅斯的民間舞蹈做比較 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區別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民間舞蹈 那我們現在要來聽一下民間音樂 等一下我找一下喔 等一下我找一下喔 但是他也其實傳到整個 傳到整個 傳到整個 就是整個北歐 那當我們到了北歐的話 離艾莎尼亞也很近喔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宮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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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兩個樂器而已喔 奉迪加上運動的配舞 那就是他們中式季的音樂 那大家可以仔細聽他的那種重複性 跟剛剛舞蹈民間舞蹈下都有很簡單的元素不斷的重複 再來另外一點請大家聽的是一個風鈴 它雖然只有一個樂器 可是你會聽到頂音 有一個頂音在當作他的伴奏 這一個音從頭到尾只有同一個音當作他的伴奏 這邊已經轉回大調了 就是剛跟我拍照的女生 這是剛跟我拍照的女生 這是剛跟我拍照的女生 然後在同樣的裙調轉成小跳 然后又重复一次 重复性很强 跟刚刚民间舞蹈一样 好 那我们听到这里 我想我用钢琴跟大家解释 可能会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中古世纪的音乐 我们讲到音乐的 古代音乐其实 对任何的音乐学者 会觉得可能要皱一下眉头 因为音乐真的很难被保存下来 然后尤其在还没有祭谱法产生的时候 其实音乐都只有口耳相传 从你的阿公阿妈那边听到 然后小孩子再学下来以后 然后再传给他的下一代 这样口耳相传 历代历代的相传下来 常常跟刚开始第一代 听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音乐 可是呢 也有可能就传到哪一代就断掉了 所以对于古代的音乐 我们常常都是没有办法 知道它到底是 听起来是怎么样子的 很多都是在之后的文献用猜测的 然后如果说是最早的祭谱法 也是要等到第九世纪 葛利国圣哥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祭谱法 中世纪的祭谱法 而且那时候是四线谱 然后我们刚刚知道基督教 从西元一世纪在罗马就那么的盛行 可是传到了波罗的海 要到了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才归一层基督教 那那个祭谱法可能就 西元九世纪才有在罗马的祭谱法 那要到了波罗的海可能又要更晚更晚了 所以其实这样子 因为音乐的没有录音机的时代里 真的只能口耳相传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古代音乐都是没有留下来 都是经由人的猜测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批啊 那个音乐学者 他们归类了出来那个古代的 古代的那个区块的音乐 民间音乐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他们叫它Runosonic 是从瑞典那边传过来的 然后呢他们会比较音程上 会比较限制度 他们只会用五个音来作曲 所以我们刚刚听的是 大家记得吗 刚刚这里这一段 其实它主要只有Dorevipa 从这五个音来作曲 偶尔碰到 碰到La的时候只是经过音而已 所以它的作曲的使用的音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非常纯粹而且也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这样的旋律一直重复下来 然后后来转成小调 好这个小调它有碰到这个 Dorevipazo的C 往下多了一个音 它也是 就是一个经过音而已 所以它创作的音使用只有主要是Dorevipa 它都非常的少的音 然后我刚刚又讲到 那个风笛它虽然只有一个乐器 可是那一个乐器它同时又是旋律又是伴奏 它自己担任旋律和伴奏的功能 但是它因为这个乐器也非常的简单 是古代人的乐器 所以它的伴奏一点都不丰富 在很多的之后 我们也会听到其他的民间音乐 在很多民间音乐里面 它的伴奏都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常常会从头到尾 就是同样一个音当作它的伴奏 然后在风笛这个乐器里面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Drone 这个Drone的功能就是当作伴奏的那一个音 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 因为是C大调转C小调再回到C大调 所以它的Drone这个音呢 它使用的就是Do这个音 然后也许大家又听到鼓声 不会听到那么清楚那个Do的声音 可是我可以示范一下 它是这样 所以它的伴奏真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个Do 而且它其实没有像我还有变化节奏 它其实就一个Do 没有节奏就从头到尾就是一个Drone在那里 好那我们听到了这个爱沙尼亚的音乐 看到他们的民间舞蹈 他们的重点是什么 刚刚讲了半天 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使用很少的音来创作音乐 那他们的舞蹈也用很简单的舞步 而且不断的重复 这个不断的重复 其实后来我们会在爱沙尼亚的 不管是他们的编织啊 然后他们帽子上面的图腾啊 其实都是这样的 很简单 但是因为不断的重复 你也会看出一种艺术上的趣味 那这就是爱沙尼亚这个民族 那也是 我从这个艺术里面也 再度的去认识这个民族的个性 因为我从一刚开始就一直讲 这个城市塔令非常的friendly 非常友善 然后他们爱好和平 然后你会觉得走在那里到处 就是一股善良的感觉 那我觉得那种很单纯的东西 就在他们那个从远古传下来的音乐和舞蹈里面 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爱沙尼亚当代的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曲家 我们先回到这个 好 那这个 这个作曲家他叫做Avopat 他是出生在1935年 所以他现在还活着他是当代作曲家 然后是古典乐界非常被推崇的当代作曲家 那他出生在塔令 当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代音乐 就是在古典乐里面的当代音乐 只要是古典音乐里面的当代音乐 其实就是那种没有和声 然后非常的不和谐 然后节奏也没有规矩 然后不容易听 而且其实大家叫他票房的毒药 因为你只要放上当代乐 就会觉得 那不要去听好了 因为真的不是好听的音乐 那其实那是古典音乐的历史发展的脉络 因为发展到当代 就像如果我们想象艺术好了 艺术史发展到当代 如果你再去画很像的人像 人家那个米开老金螺都要画得比你还好 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所以当代艺术现在最厉害就是 后来那个像杜像 他就放个小便筒在博物馆 他就是一个概念的艺术 在当代乐 古典乐里面也是这样的概念 他会非常的创新 而且绝对不会是那种好听的旋律 因为那种好听的旋律 人家肖邦 采可夫斯基都做完了 然后如果你要写的和声多么厉害 人家巴哈老早就已经超级厉害了 所以就是要创新 但是生在这个当代乐的 这个时代的阿波帕 他怎么创新呢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塔利 一个爱沙尼亚的孩子 他的创新就是回到了中古世纪那种 对于宗教的那种平静的心 还有对于一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子的 一种音乐的创作方式 他的音乐 我需要找一下资料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的音乐 然后 帕尔特他的音乐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曲法 叫做 Tintinabuli 意思就是 终声 他希望他的每一个 每一个敲下去的声音 都如从终声一样会产生很多的回音 然后这些音乐的特征呢 就是很简单的和声结构 没有太多的装饰 像我们刚听到的中古世纪的音乐 都没有装饰的 就是简单的 没有装饰的单音 而且用基本的三和弦 很和谐的音 让人家联想到终声 还有一种纯粹 然后节奏也非常的简单 没有变化 但是等一下我弹给大家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是完全一种可以让你冥想 可以让你静坐 而且一种非常疗愈的音乐 然后他回到那种早期 那种Plan Chunk 格力果圣歌的那种副调音乐 来学习 他想要呈现的音乐方式 然后当时候帕尔特的年代 就是我刚说他1935年出生 当代的音乐家 他的时期也开始流行 所谓的极简 安藤忠雄大家知道 安藤忠雄的极简 那种非常脱去所有的华丽装饰 从巴洛克的装饰那些通通都没有 就是极简的东西 那帕尔特的音乐也是这样 他非常的极简 而且他非常的重复 但是在这种极简与重复中 他要回到一种是简单 而且纯粹 就是那种最内在的声音 好 那帕尔特曾经说过啊 他觉得他的音乐好像光通过了三菱镜 而且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音乐 那好像让因为大家的理解都不同 夹杂在一起就好像彩虹一般很多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那我想等一下我要来为大家演奏一首帕尔特的音乐 这首音乐叫做Fur Alina 然后呢这首音乐他没有写任何的大小声 就让表演者自己去发挥 但是他有写一句话在他的谱上 就是希望表演者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叫做Peacefully in an elevated and introspective manner 他希望这首音乐带来的是平静 然后是一种提升内在 而且非常内心的一种思维 然后在我谈之前 我想要请 我想要念一段 就是不是一段诗哦 而是一段 我要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帕尔特的音乐 刚刚我们从一刚开始就在讲塔令 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塔令 爱沙尼亚帝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一开始就是丹麦人来统治他 之后或者瑞典人来了 瑞典有一个皇家有一个大帝国 也统治他之后那个俄罗斯又来了 俄罗斯来了以后德国也不甘是落 也要跟他争 所以他一直都是别的强权下的土地的其中一部分 他一直都被别人统治 然后在1935年帕尔特出生以后 他所居住的这个塔令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来念给大家听哦 1939年 纳粹与苏联签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两个秘密划分了爱沙尼亚 然后在9月25号 与爱沙尼亚谈判 谈判加上签约 1940年6月6号 出兵占领了爱沙尼亚全境 逮捕了他的政府官员 废除宪法 建立共产党政府 1941年6月14号 爱沙尼亚被苏联并吞 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视为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然后还重新划分领土 流放人民到西伯利亚 并且将俄罗斯人进入爱沙尼亚 所以爱沙尼亚的人口 突然从100%变成48% 其余的都是俄罗斯人 好 我为什么念这一段呢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在帕尔特他所出生的那个时候 他的生活是非常纷乱的 是很多战争 而且他的国家是没有一个主权意识的 他们其实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然后就在这样子最无乱的一个世代 他创造出了这种最让人平静 最简单纯粹通入人内心的音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而且可能真的就是要回到 他自己这个爱沙尼亚民族的中世纪去探讨 在那个时期的音乐的纯粹性 还有就是在简单中达到一种平静 等一下我要弹的这首曲子叫做Four Alina 那我想要配着一个影片来弹奏这个曲子 这个影片就是我在第一次去Taline的时候 所拍的一个影片 然后因为是自己乱拍 所以一点都不专业 不过你可以选择不要看 那就是闭着眼睛来享受这个音乐里面那种 达到一种静坐的平静 或者你要看爱沙尼亚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可爱的单纯的一个城市 那我就会把这个影片跟我的音乐一起 好 现在我演奏是PART的Four Alina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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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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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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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